导演上镜日前现身北京某影院 为其全新贺岁立作饭局也疯狂宣传造势 同时该片中的饭馆场景也正式落户全国各大影院 而当天范伟黄博刘化等几位主演却无一到场 令只身艺人的上岛略显孤单 原来在该片散伙之后 连再张罗个饭局都变成奢求 看来在贺岁片激烈角逐的当下 片方为了夺人眼球可谓奇招百出 然而不知是否由于老搭档姚晨严妮等人的身价过高 此次上岛却运用三位从未合作过的演员 令观众对演出效果尤为担忧 对此上镜不忘现场给影迷大吃定心丸 他们肯定是东抢西抢的被别的戏 但是呢对我来说我是一向可以和这个新演员合作 包括不知名的演员不出名的演员都可以跟他们合作 更何况这次像范伟黄博刘化都有自己成功的作品 虽然拥有众多喜剧明星的报销阵容 但今年的贺岁档却几乎被喜剧电影全额攻占 作为其中唯一一个内地导演 上镜显然对自己的上市喜剧信心十足 我们对观众的了解 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态度 还有我们一贯的嬉闹当中露出锋芒的这个喜剧特点 我认为是我们最接地气也是最独特的一个趣味吧 谢谢 谢谢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